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反渗透法还没实施就造成人心惶惶 未来该怎么跟大陆进行宗教交流 颜庆彪说 大甲镇兰宫过去就曾回莆田梅州妈祖祖庙 还到天津启动两岸交流活动 而现在条例通过 后续交流活动中有任何往来 都会让他们提心吊胆 担心被乱定罪名 他痛批民进党当局 蔡英文交代要过关 民进党团就一定要让所谓反渗透法过关 这样还设立法机构干什么 台媒也批评称 民进党高举所谓反渗透破坏的大旗 最后却成了政治报复的手段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对此表示 所谓反渗透法的立法过程形成民主恶力 将来施行之后可能有非常多争议 但民进党强行通过 他衷心期待未来法律不要被滥用 恶用 误用或政治运用 不过民进党已经达成初步目标 就是作为选战工具 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也批评 蔡英文一再强调 倾听民众心声 实际上不但不停 甚至用绿色恐怖来强制压制人民 他呼吁台湾民众 1月11号让国民党胜选 民怠过半 一定把所谓反渗透法废掉 所谓反渗透法 民进党蛮横通过 而这不过是台当局遂寻绿色恐怖的手段之一 1号 国民党在中央党部召开题为 我被约谈了的记者会 有韩国瑜竞选总部副总干事周西伟 与台北市议员王洪威共同主持 要受害民众 轻声说明被民进党当局所谓约谈的过程 揭露民进党全力压制反律言论的行径 我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只因为在脸书分享民怠高金素媒 在台立法机构的质询影片 且未发表任何看法 这位陈姓民众就遭到所谓台通讯传播委员会 电信警察队的侦讯 被控违反了台所谓农业金控法 不仅侦讯地点在高墙耸立 铁丝网密布的不明建筑物内 甄讯过程更为荒谬 民众竟遭询问是否为寒粉 面对镜头诉说自己的遭遇 陈女士不禁语带哽咽 当我收到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很害怕 马上打电话给我们包子队长说 我现在要进去里面 可是我不知道怎样 我假如没有出来的话 请你 请你跟我儿子讲 我被关起来了 记者会上共有三位受害民众 及亲属现身说法 揭露台当局的恐吓 及钳制民众言论行为 这位理性民众的母亲 则是因为在个人脸书提到 网传台选机关 遇使用游性印尼 提醒民众投票时 需吹竿再折叠 避免投韩国瑜的票 遭认定为无效票 最终老人被以所谓 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被移送 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的案件数量 已经超过本法通过 到蔡英文上任之间的 17年所有数目的总和 我们对法律不懂 也许社会秩序维护法 有存在的必要 但是它不应该是用来 对付这些 像我妈这样子的一般民众 韩国瑜竞选总部副总干事周西伟 及台北市议员王鸿威 现场还呈现了多份 来自台内务部门刑事警察局 台法务部门调查局 各县市警察局等单位的传票 表示检调全台湾跨峡区抢案办案 已是事实 如今绿色恐怖铺天盖地 宛如文字语 这些被约谈的人 都是伸斗小民 都是一般的老百姓 那么其实约谈的时候 以社委法为主 但是竟然也有其他什么 违反农业金融法 或者其他不相关的法律 约去征讯的 那么征讯的地点都不一样 所以绿色恐怖 钳制言论 恐吓人民 不可以讲话 民进党政府已经做到淋漓尽致 我们现在人 也不够在脸书或者LINE群组里面 抒发一下我们的心情 转传一下我们知道的讯息 结果也是这样 到处来办 我们现在真的已经进入了 我们现在是变成清朝了吗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文字欲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苏洪达 2018年11月在脸书上张贴短篇 引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 陈其南的谈话 指控台当局推动的 所谓故宫转型计划 根本就是要消灭台北故宫博物院 没想到一年多过去 苏洪达最近却突然收到了 台警方的约谈通知书 这让他痛批民进党当局 钳制言论 台大政治系教授苏洪达 高声痛批民进党当局 钳制言论 因为2018年 他发布的这段短片 让他成为被调查的对象 陈其南侃侃而谈说 他有一个三阶段 完成故宫转型的蓝图 来处理所谓的故宫问题 在我看来 那根本是民进党 要在2025年之前 完成消灭故宫 短片中 针对台北故宫博物院 前院长陈其南 接受媒体专访的内容 一一解析 痛批民进党当局 根本就是想要透过文物 搬迁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院 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北院 整修之际 趁机改名 消灭台北故宫博物院 只是一年多前的短片 原本以为风波已过 没想到在2019年12月 他却收到警方的约谈通知书 以为这个案子是这样结束 但是后来发现 又接到传票 那所以我在接到通知 警方的通知书 所以我在问的时候 他说因为调查局不同意 所以他们必须继续侦办 原本心里感到不解 但是听到是台调查部门主导 瞬间让苏洪达联想 是不是公权力介入 要进行言论打压 但短片都张贴了这么久 才约谈 难道语法有据吗 当时苏洪达收到的通知书 就是来自于南港分局 而警方表示 他们是收到了桃园市调述 寒请查办的公文 才会进行调查 只是明明就是 2018年11月上传的影片 也早就过了社会秩序 文物法的两个月追溯期 为何在一年后的这个时候 才要展开调查 时间点令人匪夷所思 面对质疑 台调查部门发出声明稿 称是2018年10月 又有民众转贴苏洪达的短片 而且内容被认为不实 才会喊请警方侦办 并无不妥 但台警方在2020选前 大动作约谈 难免引发联想 好的 接下来 我们来联系一下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驻台新闻观察员 艾柯竹 来看看岛内媒体 今天都有哪些方面的 观察和报道 柯竹把谁交给你 好的 小丽 针对民进党强行通过 所谓反渗透法 今天岛内主流舆论继续痛斥 反对声浪高涨 该条例条文定义模糊不清 让台湾所有和两岸有关的人 不论是求学 就业 生活 工作 或者是单纯的旅游 都有可能因为在大陆接触的对象 可能是所谓渗透来源而触发 台湾作家桑品在撰文指出 所谓反渗透法是 蔡英文给美国的投名状 是她未图2020大选胜利的 鸭卷之作 一直以来 蔡英文干为美国的棋子 使所谓去中国化的色彩更加明显 而美方也支持蔡英文 为她量身定做了多种 对她选举有利的法律措施 所以所谓反渗透法 蔡英文不只是做给大陆看 更重要的是做给美国看 好使美国放心 继续支持她 文章进一步指出 所谓反渗透法一旦全面实施 200万台商必然会动辄得救 也会使一般人无所适从 因为该法的解释权和执行权 全部都掌握在掌权者的手里 所谓民主制度在蔡英文胜选为唯一考量中 已经成为了工具 民进党选举的工具 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庞建国认为 民进党以强度观山的方式 通过了所谓的反渗透法 绿色恐怖开始弥漫在台湾社会 这部法案用词不精准 定义不明确 执法单位材量的空间十分宽大 让人看了胆战心惊 说它是所谓阻断两岸交流法毫不为过 它不仅严重影响了两岸交流 也会降低外资来台的意愿 使台湾更加边缘化 苦日子在后头 台湾人得清醒点 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表示 所谓反渗透法的恶劣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 都是提供了一张接近空白的法律支票 让民进党当局敌视或者是讨厌的人或机构 只要在政治上有所忤逆 都可能成为碎形政治斗争的对象 民进党宣称台湾安全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 实际上却因为他们的滥权 让台湾社会对立恶化 说白了 所谓反渗透法就是要让台湾每个人都知道 你们的人生会不会由彩色变成黑白 都要看民进党当局的脸色 台湾联合报也发表诗论文章表示 民进党蛮横通过所谓反渗透法 把台湾带入准戒严的境地 在此法未完成之前 民进党当局以打假讯息为由 前置言论自由的行动已经如火如荼 如今更是变本加厉 所谓台湾安全无法 加上所谓反渗透法 社会秩序维护法等万箭齐发 号称民主的台湾 民众还有多少言论自由的空间呢 我是艾科竹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观察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小丽 好的 科竹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台防务部门2号证实 台军一架黑鹰直升机 今天上午迫降在新北市乌来山区 机上载有多名台军高阶将领 台陆军宜兰指挥部已派出搜救队 台军特战指挥部也派遣直升机前往搜救 截至目前 机上13人已有11人被巡获 台防务部门所谓参谋总长沈一鸣 已逾10点50分 巡获送医 伤势无大碍 好的 我们来看下一条 绿营网军头目卡神杨慧如事件曝光后 民进党上上下下 自威都称不认识杨慧如 事发之后处于风口浪尖的杨慧如 也仿佛从人间蒸发找不到踪迹 有台湾媒体追根溯源发现 2010年蔡英文竞选新北市长 赖清德竞选台南市长 陈菊竞争高雄市长的初选电视媒体规划 与采购项目都是由杨慧如的意识公司负责的 而且蔡英文2012年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时 也是杨慧如一手操盘 您跟杨慧如之间也是有一些关系 有认识的 我不认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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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一句不认识又一句不认识 但能够让一切平民卡神变成捞钱董事 台媒称杨慧如的摇钱术就是蔡英文 有了这张照片做背书 有了这张照片当门神 台湾有任何一个标案 跟任何一个公家机关 敢不把钱给杨慧如吗 仔细看这张照片 是2012年蔡英文竞选时 为显示自己亲近农事 带上斗笠下乡 杨慧如特地帮她制作的文宣 蔡英文上台后 这变成杨慧如最大的战绩 任何公家单位的标案 对杨慧如来说 称得上是唾手可得 长期追查杨慧如承包 国际网球女子协会公开赛 疑点的台湾体育监督联盟秘书长 赵安华 日前还在杨慧如投标的文件上发现 整个民进党从上到下 都跟杨慧如关系匪浅 包括2010年蔡英文竞选新北市长 陈曲选高雄市长 以及赖清德选台南市长 背后都有杨慧如的操盘谋划 可以说杨慧如十年前 就开始帮绿营选举 利用网军造势 躲在键盘后面抹黑对手 民进党上台之后 杨慧如就拿着这些业绩 去办活动向当局伸手要钱 光是2016年至2018年 台当局及台北市政府 就给了杨慧如的 意识公司11个标案 加上补助超过上亿元新台币 这个民进党到底剩下几个人 跟卡城杨慧如不认识 跟没有关系的 你们可不可以说句死话 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 民进党的民意代表 就是整天在为卡城杨慧如 一个人办事吗 台媒质疑 为何杨慧如至今不见踪影 该不会是选前人间蒸发 选后网军再出发 台北市长柯文哲一号 主动公布了杨慧如向台北市政府 申请补助案的调查结果 他表示杨慧如钻法律的漏洞 一张发票报两个地方 就连柯文哲去台北市议会报告 绿营市议员都集体缺席 如今柯文哲又有大动作 绿营辩称有阴谋 为什么选择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来说 是不是有政治操作或者是选举操作 但你是第一关 你没有把它把关 其实我想这个是不道德的 国民党穷追猛打杨慧如案 柯文哲借力使力 对民进党投掷炸弹 杀伤力多大还不晓得 但肯定能让绿营受伤 本栏目由金砖会务用酒 扶毛叫酒暂着播出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之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馆去明播出 感谢官方指定合作品牌 小鸟电动车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台北市长柯文哲连日追着 蔡办秘书长陈菊 在高雄市长镇内的债务问题 他批评陈菊始终都说不清楚 是装睡的人叫不醒 而面对柯文哲的猛烈炮火 陈菊酸溜溜的反击 柯文哲是不是网络声量又下滑了 一连好几问 甚至说装睡的人不会醒 来形容蔡办秘书长陈菊 柯文哲火力不小 原来是陈菊日前的一篇发文 再度点燃战火 陈菊在脸书写着 所谓美丽岛事件40周年 面对岛从未遭遇的挑战 特定阵营的选举操作 他自称过去12年 在高雄的努力与付出 遭到扭曲斗争 抹黑丑化 甚至是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 这似乎就在跟柯文哲隔空交火 对此柯文哲再次捡到枪 火力连发 如果你认为这些制度不公平 阿扁执政8年了 小英执政也快要4年了 在将近12年当中 你为什么不去修 要讲一大堆批话 真正的问题在执行力 他就被骂就开始这样 共挡共筛 还是没有回答问题 柯文哲语待激动 再次跟陈菊校正 看起来火力还真不小 而陈菊在元旦这天 来到柯文哲的地盘 帮民进党籍民旦候选人 吴怡农扫街 面对到柯文哲的装税说 陈菊这么回答 你猛打我反酸 迎战柯文哲 陈菊一句网络声量下滑来反击 似乎在二十次级 不愿成为柯文哲 蹭声量的工具 双方你来我往 追着高雄债务 战火烧不停 台湾2020选举 进入到了最后的倒数阶段 岛内政党为了帮候选人 和政党拉票 开始响出了许多的创意口号 像是国民党喊出新卷共识 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政党票是九号 韩国瑜的号数是二号 至于民进党则是喊出了圆州绿 七名党应用儿歌 都是以各自的候选人号刺 和政党票号数来做文章 根据台湾的选举规定 大选中一票投给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 一票投给政党 为了让选民方便记忆 各政党喊出2020选举的新口号 国民党喊出新九二共识 因为九是政党票号数 二是韩国瑜 2020选二就赢 民进党则想到以圆州绿派来提醒选民 三代表票投蔡英文 十四则是民进党的政党票 只是看看民众反应 圆州绿的数字 似乎很难让人联想到投票 倒是亲民党 因为一号宋楚瑜和三号的政党票 他们干脆用唱的 看到亲民党的不分区民大候选人蔡沁瑜 首饰一直比着三 这是在为亲民党拉政党票 选举拼创意 岛内各政党喊出口号 就是要让选民记得这么投票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能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据伊拉克媒体报道 示威者1月1号开始 逐渐从位于首都巴格达律区的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楼外撤离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1号发表声明 呼吁示威者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前撤离 以尊重伊拉克政府决定维护国家声望 伊拉克总统巴尔哈姆萨利赫 看守政府总理阿卜杜勒·麦赫迪 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哈布希 均呼吁示威者离开美国大使馆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希望1月1号表示 月船3号探测器登月项目已经获批启动 目前相关队伍组建完毕 各项工作平稳运行 月船3号项目将在月船2号项目的基础上展开 该探测器预计于2020年底或2021年发射升空 另据介绍 作为印度首个载人航天飞行计划 加干扬计划的一部分 从2020年1月的第三周开始 由印度空军挑选的四名男子 将在俄罗斯接受相关训练 加干扬计划预计到2022年完成 届时会将三名印度宇航员送入近地轨道 并在太空停留大约7天 当地时间1月1号 美国华盛顿州的一条高速公路 被迫双向关闭 起因是前一夜被风刮来的风滚草 造成路上多辆汽车被困 据当地媒体报道 刮来的风滚草在有些地方堆积了约4.5米高 当地交通部门被迫用铲雪设备 花费了10个多小时清理现场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就到这儿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